瑞穗山文旦釉年产量约4200万台金 除了产销先时瑞穗农会积极发展文旦釉加工的产业 而今年在农业部农粮署东区分署支持协助下 也从本月的11号起同步进行文旦釉大果收购的作业 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不仅是产销调节最主要作为文旦釉加工产品的原料 而农民们也相当乐于配合 一旁文旦釉产销火热之际 另一旁文旦釉大果收购加工作业也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这次瑞穗香农会在农业部农粮署东区分署协助配合下 这个月11号起同步进行文旦釉大果收购作业 为了发展我们文旦釉加工的产品 再加上我们希望能够调节一些文旦的一些行销 所以我们从9月11号开始启动文旦的这个格外品 就是大果的一个加工收购的部分 那预计是收购300公吨 瑞穗香农会今年预计收购300公吨的文旦釉大果 数量庞大 那会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下 除了聘雇人员切果皮肉 萃取精油 也争取自强外衣兼更生人人力资源协助搬运 让整个大果收购加工作业顺利进行 那目前这个数量的部分我们都已经分配给我们的各产销班 那目前也都在集货当中 那这次加工的部分还是着重在我们的精油跟果肉 还有果皮的一个萃取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在中秋节之前完成整个加工的一个程序 瑞穗香文旦釉足面积将近800多公顷 年产量约4200万台金 占全台最大中 面对近年来 中国大陆禁止台湾农产品进口的威胁 瑞穗香农会也积极开发文旦釉加工产业 不仅产销调节上市国品的严选法官 收购的文旦釉格外品 最主要作为原料加工生产 增加文旦釉付加价值 接着是玉兰瑞士采盟报道